人间卫视的观众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大致多论的时间 上一集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是卷吧 那就是说佛陀有各种的神通力 不可思议的神力 这其中我们讲到了佛陀的神通力 使各种众生都能够得到医疗 呵护 这其中比如说眼睛瞎了的人忙着 让他可以眼睛好起来 那个聋哑的人听不见的人 耳聋的人让他能够听闻 哑巴阴哑的人能够开口说话 然后散乱的人这个发狂的人 就是狂妄散乱的人 怎么样让他得到一种安定 这些种种甚至呢 在印度当时有一种叫做裸行外道 裸衣者呢 裸者让他能够得到衣服 种种 还有呢 又说呢 这个饥渴的人 饥饿的人可以得到饮食 干渴的人呢 可以得到饮水 就是可以有喝的东西 然后呢 这里面就提到了 要符慧双修的重要性 就是说我们有的人 比较重视在异解上面 就只是在一味的读经典 然后没有在实践 那有的人呢 是我重视结缘 比较在事工 所以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两个师兄弟去求道 一个出家人 一个就后来就成为一只大象 那在印度呢 印度呢 泰国斯利兰卡这个地方啊 因为热带的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象 所以我们在一些资料里面 会看到 国网有时候 他的军队叫做象军 象呢 可以行走很远 而且能载重 而且象呢 是个很温和的动物 容易接受主人的寻抚调教 所以像这些 所以就说有一个故事呢 就叫修福不修慧 大象皮阴落 修慧不修福 罗汉硬贡伯 这就是强调福慧双修的重要 那么又使得 活头又做了一件事情 生病的人呢 让他能够得到权益 他说这个生病呢 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我们的夜报 你前世做的这种夜报啊 那你就得什么病 比如说诽谤者 得这个阴阳 那冒仇呢 就是你这个讥笑人家 杀生呢 得这个短命报 那你不施舍 千贪千令呢 就得了贫穷报等等 所以有这些病 那他说这个病呢 有一种是 首先是属于我们 五脏内斧的 五脏内斧本身的 就是说本身自己的器官 有了问题 另外一种就是你说 外来的伤害 譬如说车祸啦 或者是跌倒啊 坠入悬崖啊等等 那这当中呢 上一集我们讲的比较仓促 所以佛陀就这里 就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佛陀的故事 就说佛陀通常会在 这个初夜中夜后夜 开始呢 他有时候自己禅定之后 晚上他会去巡视 弟子们的疗房 他就发现一个病比丘啊 一个比丘生病了 病得非常的严重 而且没有人来照顾他 那这个无人战士 所以卧大小便 不能喜剧 也就是整个 连这个大小便都在床上 所以非常的肮脏 污秽气熏天的 佛陀就问他说 你怎么都没有人来看你呢 来照顾你呢 你病得这么严重啊 这个比丘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我性情很懒惰 很偷懒疏懒的 别人有病的时候呢 我 我也没有去照顾别人 因此 因为没有去结缘 所以我今天生病了 因此别人也没有来看我 这个话就告诉我们是 人是一个双向的 所以你有一些付出 你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自然就有那些助缘 所以各位我们不要 一直觉得说 我这样的付出 我难道就会有获益吗 获得利益吗 有时这个利益啊 不在眼前当下 不在这个现在这一刻 也许未来就会有一些 因缘会产生 那佛陀就为这个病比丘啊 亲自为他弄水啊 用那个脸盆水 把他擦澡 然后使这个擦澡的时候 让他身体得到很舒服 身心安稳 那还为他说法 那这就是说 佛陀说 为德是令德 为道是令道 为事是令事 有时候为这个 不只是照顾 这个病比丘的身体的毛病 还用佛法来为他开导 把他这个心病啊 也给去除 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说 我们在经典讲说 有些人在佛教里面 从事一些服务啊 他就叫做 看病是第一福田 所以福田有八大福田 其中去照顾病人啊 是第一大福田 所以其实佛教在这个医疗啊 也做了非常的多 所以有一个题目 其实有人有兴趣的 可以去做探 就是说佛学跟养生医疗 它其实是关系啊 也说关系相当深刻的 这是一个病比丘 那有弟子就觉得很奇怪了 佛陀你不是果得圆满吗 这样的事情 怎么你还要亲自去做呢 这这个病比就这么肮脏 佛陀就讲说 其实我们看众生 应该都是要很平等心 一个人在他生病呢 他有苦难的时候 才是更是我们需要 伸出慈悲的援助的 这种最重要的时刻 还有呢 他说圆满的功德啊 就是要从这种小福田小福田 去累积的 所以滴水穿石 积小善可以成大功德 那这是佛给我们 就是说佛说我纵然 给我们一个示范 一个榜样 就是说纵然是一个 果得圆满的佛陀 他都还不忘记在 日常生活当中 在累积他的各种的福德因缘 那佛陀还为什么人呢 就有种众生呢 叫做残疾 心残着 像有这个我们现在叫做身脏 身体有残障的 所以佛陀就讲说 为什么这个人会有残疾呢 他讲了一个先世因缘 说这个人在过去世 可能是破他身 比如说把人家的手脚啊 给切掉 切断了 破种种身份 把别人的 比如说跟人家格斗啊 砍了人家手啊 脚啊 甚至把别人的头啊 给砍下来的 非常可怕 你中了这样的恶因 那你当然就有这样的果报 还有一个 要小心的地方 就是说 有的人破坏佛像 或破坏佛像 破坏这个佛像的器官 把鼻子割啦 耳朵给割啦 或是把这个诸圣 圣贤的形象 破坏了 或者是说破坏 父母形象 因此你就会遭受 诸根不拒 就你这个 就有身上的情况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说 像你到敦煌去 你看得很痛心 八国列强啊 当时有五个国家 英国 德国 法国 俄罗斯 日本 他们组织了很多的探险队 这所谓的探险队 就到中国去进行 掠夺中国的文路 你在敦煌当中会发现 整个佛像好好的 一个头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这佛像非常庞大 整个带不回去 干脆就把头带了一个佛头 甚至你就会上半生 就把他给割掉了 所以这个 在这个掠夺文路的 对一个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破坏 这应该要谴责 从我们佛教徒来看 这也是出佛升学 所以说说呢 这样的人破坏佛像 所以你说你家里有这个画的图画 佛像 你怎么办 你把他给撕了 其实都不太好 那怎么办 有时候 最主要我真的很破旧了 可以做一种方式 把他买了 或是把他给烧了 你说这烧 烧不要紧吗 佛陀的色身 八十岁 进入无语虐般 都用涂壁 涂壁就是火葬 所以这个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 好 那么 这是另外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 生残的人 佛陀使他呢 能够得到 得到这样子的 这个照顾 好 那我们看这个 这些种种 那后来呢 他说有的人就会蒙着 佛陀的大恩德 然后就使他的 残缺的栖身 能够得到完全 所以就有一个 有一个故事呢 他说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人呢 是在祁远寺这个地方 有一个人叫做建子 这个人 他是波斯尼王的 哥哥的孩子 就是他的侄儿 长得非常的庄严 那武功高强 就是温如全才 王的夫人呢 就是波斯尼王的太太呢 看中这个年轻人 就等于自己就知道 就要勾引他 勾引他呢 当然他想这个不可以啊 第一个是 从伦理上不行 是我的长辈 那从人格上 也不可以这样 所以他就拒绝了 拒绝之后 这个夫人就恶人先告状 波斯尼王的太太 就跟王说 你看 你的侄儿调 竟然调戏我呀 王不知道就很生气 就把他解解 解之把那个肢体就 就把他给切了 那把他 抛弃在荒郊野外 几乎都快要 奄奄一息快要死了 然后呢 晚上就有这个 财狼胡豹 要来 要来吃他 那么佛就到这个地方来了 刚好佛陀来了 就用这个光明 佛放光 照了这个年轻人 他就让他的身体就恢复了 所以他就讲了一句 我身已破已弃 我的身体已经破败了 而且被抛弃 佛续我身 佛维系了我的身躯 我的肉体 今当尽此行寿 以身不施 佛继比丘身 从此呢 我一定会将此身心 献佛杀 适者名为报佛恩 好好来对佛报答 所以他就讲说 第二天呢 这个波斯尼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知道他做错了 他错怪了他的侄儿 那就要来请他 告诉他说 我向你忏悔 跟你道歉 你没有过错 是我错怪了你 而且施加在你身上 残酷的刑罚 我想要把国家分一半 跟你共同来治理 这个 这个见识就讲说 我已厌你亡义无罪 我对这个世间的 这些公民 富贵呢 我都已经看得非常淡薄 待往 你其实 也没有罪过 我素是殃旧 罪报婴儿 我可能是过去世 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国报 我现在呢 就像我刚才发的愿一样 我要把我的色身 从此来献给佛教 所以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么 这个地方呢 佛陀又讲到说 佛陀对这些众生 对我们一些众生 都用等心相识 平等心来看待 说 把众生呢 看作父母 如父如母 如兄如弟 如姐如妹 年长的我们把它看作 像自己的父母 跟我们年纪相仿的男众 当作兄弟 女众呢 当作姐妹 有时 把他们当作亲人 亦如亲亲 及善之事 有时候把他当作亲人 有时呢 还把他当作善之事 所以 他就讲到说 佛对一切众生 叫在一切众生当中 无怨 无悔 没有怨悔 就没有怨恨 也没有称慧 那相识如父母 把他当兄弟姐妹 如骨肉亲情 所以就可以 就叫做平等心 所以这事实上 就是用等心示之 所以他说 那这个人就问了说 云和非父母 言父母 乃至非亲亲 言亲亲 你不是多入妄语吗 你说这些人 跟你根本不是父母 也不是亲人 你怎么就这样做呢 佛对就回答说 我们一切众生 在无量世中 无量世中 我可能跟那个众生 可能就是过去式的父母 过去式的兄弟姐妹 过去式的亲情 只是我们现在 有的人没有宿命 他们不知道 那么第二 他说 在实相法中 事实上也没有 父母兄弟姐妹 是人们执着了 才颠倒 有所谓的父母兄弟 现在我们用善良的心 平等的心 慈悲心的心 然后来对待一切众生 把他当作父母 实相 实相上虽然非父母 但是用佛法来看 可以把他当父母 所以这不是打妄语 所以就好像一般的人 世俗的人 在行义的时候 有这个仁义之行 来看对方 都可以把 不是父亲当父亲 不是母亲当母亲 不是儿女 可以当儿女 所以他说 这个就叫做等心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 来看众生 就叫做等见 一切如亲心 就是等见 所以这里谈到是一个 怎么样用个平等 对待众生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不是谈到一个佛陀 佛陀用这个喜乐 这一种非常和颜夜色的 就是说坦然快乐 天然快乐的一个情况 来看众生 那么这个人就问到说 那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 我们这世间很多种快乐 快乐很多 美食的快乐 游玩的快乐 然后去 我现在人最喜欢小孩子 玩电动玩具的快乐 那么这里 大致地就告诉我们 这快乐有很多种 两种快乐 一个叫内乐 一个叫涅槃乐 内乐就是 我们真的从内心内在的 那世间的快乐呢 是短暂存在 他说这种乐 是不从五成升起 所以心乐也是这样 是从犯恨 修犯恨 行十善道 清净无悔 这个才叫做内乐 又叫做涅槃乐 这大约就是 第八卷的一个内容 我们休息一下 第八卷的一个内容 刚才我们补充了第八卷的后面 还有一小部分 其实第八卷还谈到 四禅天他们所修行的这些状况 我等到把它放在 下次我们再完全来讲一个四禅天 大致论提到四禅天 再来做详尽说明 因为大致论他讲得非常的 在前三十四卷 其实是大致论真正的精华所在 他是把大波罗金的出品 用非常多的笔墨 很详细的做了注解 那这也是纠摩罗斯 花最多力气的地方 把它几乎是完整的翻译出来 之后从三十五卷到一百卷 它就是一个大略的概要 我们看从了第八卷 我们把它这样子 做一个大药的介绍之后 现在我们再看 这个第九卷佛陀又献出 所谓的第六个神力 就是说佛陀在讲 波罗金的时候 曾经八次献八种神力 待会我们会跟各位来做归纳 第六个神力 神通力 就是献尊特身 所以经典说 当时佛陀坐在狮子座上 然后在三千大千事件当中 献其 其得特尊 就是表现出佛陀的功德 果德圆满 特别尊贵 所以他的光明色相 威德唯唯 他的放出的光明 我们还记得 放出首先是深光 深光从脚下放光 全身放光 后来后 放了毛细孔光 放长光 放广长舌相光 等等 这个光啊 就非常的威德庄严 然后呢 遍己 死亡 恒河沙的世界 譬如像这个须弥山王一样 光色特殊 众山 无能比拟 也就是说 在我们世间所能了解的王啊 也就是说 印度人常常讲一个叫做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就是印度人思维当中的那个贤王 人圣之王 那就好像相当于儒家的 摇顺于汤 这种人正 人均一样的 也就是说世间其他的王啊 都没办法跟转轮圣王来比 所以转轮圣王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政治的国 理想政治的存在 好 那这个人就问了说 为什么 佛以这个什么样的力量 他在一切众生当中会威德特别的尊贵呢 那他 我们为什么读读读说 佛威德特别的尊贵呢 佛说这个人就回答了 论者就回答了 说在诸圣贤 三贤当中 像这个声闻啊 圆觉啊 诸菩萨当中 他们虽然也有光明威德 但是第一个 他们的光明威德有限 是有限 那就好像星星的光 怎么可以跟日光比呢 天上可能挂了几颗星星 太阳一出来 那些光都看不见了 就折磨不现 那么相同于如此 相同于如此 佛从无量 欧生集结 他集结了很多的功德 所以一切具足 因为因缘大 他所修的因缘 培植的因缘福德 非常的大 因此他今天得了果报也大 这是一 第二呢 佛在这个累劫多生当中 说在世事他修各种的苦恨 这苦恨怎么修呢 包括有时候他把他的头髓啊 叫内财布施 把他的这个头目啊 骨髓啊 通通捐出去 那那像这种本身故事里面就 割肉未因啊 舍身似乎啊 等等啊 而且也把他自己的财产 外财 国家呀 甚至亲人啊 全部都 妻子儿女都舍出去了 而且最主要 佛在累劫多生当中 还修种种的波罗蜜 所以刚才讲 行布施波罗蜜 种种的戒波罗蜜 行啊 忍耐啊 精进啊 禅定啊 所以也说他的修行圆满 所以才叫做功德特别尊贵 因此因缘 因缘很大 所以今天的国报很大 也就是 所以因此他的功德特别的尊严 是讲到这两个原因 那他说 这个人就很会问啊 如果佛是这样子 果德圆满 功德特别尊贵 那佛的为什么要受九种罪过呢 而且还有说说到寒冷啊 这个很热啊 所以这里就谈到 佛为什么受九种罪报呢 那九种 第一个 犯自你孙陀利的诽谤 也就是说 外道呢 杀死了一个妓女 那个人叫做孙陀利 把这个孙陀利的尸体 就丢到了金色 然后呢 官府来办 就说 一个妓女怎么死在 尸体在这个佛教的寺庙里面出现 因此就说 你们这些出家的人 一定是修行不够清净 这是第一个诽谤 第二个诽谤呢 叫做 第二个罪报 就是说赞哲尼 有一个叫赞哲婆 婆罗门尼 这个赞哲尼呢 有天佛陀在对弟子们 一千多人 还有很多广大的信徒 佛弟子在开示 说法的时候 那在静悄悄 庄严树木的道场 突然间有一个女子 这个人叫站着 被外道买通 里面用一个脸盆 装着 打扮着像孕妇的样子 就跑到道场来 指着 释迦牟尼佛的鼻子大骂 说 你满口的人义道德 满口的清净修行 我的肚子 你怎么来给我负责任呢 大家都吓坏了 哇 怎么是如此呢 什么佛陀怎么对这个女子 做了这样子 侵犯她的事情呢 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有的信心不坚定的弟子 就会动摇了 那当时听说呢 目见点尊者就用神通一看 这个是被外道买通的女子 她就变成一只小老鼠 钻到那个女子的肚子里面 把她绑得很牢固的绳子摇断 那个肚子里面那个脸盆 就掉出来了 就当场拆穿外道的阴谋 但是也使得 至少佛陀也蒙这个诽谤 因此也就是说 你光明所在的地方 就会有影子阴影随之 所以佛陀受第二个诽谤 第三个 最爆呢 就是提婆达多推这个石头 割伤了佛陀的脚 提婆达多为了要逼迫佛陀交出 说这个僧团你年纪大了 八十几岁了 你没有体力了 你把僧团的让位给我 僧团的领导权让位给我 所以那么佛陀当然不答应 没有承诺他 他就派人从佛陀 脱步行脚走过的地方 高山上就推这个石头 这石头滚下来 瓦片 那个片 石头变成碎片 就割伤了佛陀的脚 这就是 五逆重罪里面的 叫出佛神学 还有曾经用这个木 木头 金鸡之门就赐佛陀的脚 第五个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是 释迦种族 有一个 有一个王 他听说释迦种族的女子很漂亮 就来跟他们征婚 所以请你把你们释迦的贵族 释迦种族的贵族 公主嫁给我吧 那这个国家是很蛮横的 所以释迦种族说 我们是高贵总姓 怎么可能把我们的公主 嫁到你们家 那怎么办 好 就找一个女婢 一个婢女 把她假扮成公主 女婢也长得很漂亮 送出去之后 那这个对方的王 就不知道 也很开心 就有时候真的 娶到了一个美貌的公主 生下了一个小太子 就是琉璃 琉璃太子 那回娘家的时候 这个婢女就带着琉璃太子 回到加毕罗伟国 小孩子在一起玩 玩的时候呢 这个琉璃太子呢 就非常蛮横 就抢人家的玩具 那小孩子之间就吵架 打架起来啊 你不要夺我的玩具啊 他说我是尊贵的太子啊 你们东西都要让我呀 加毕罗伟国 这世家总的这些小太子 能讲说 你算什么 算什么尊贵太子 你不过是一个奴婢生的 所以琉璃太子 受到了这样的虚弱 就发了一个毒誓 等到有一天 我长大之后 我掌控了 我们国家的权子 我一定要来灭你 世家种族 所以果然 琉璃太子变成 琉璃王的时候 就真的 发动大军 要来灭 佛陀的诸国 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八十岁的 非常 形影磊弱的佛陀 在烈日之下 就坐在路的中央 就在那边挡住琉璃王的大军 在印度有一个习惯 很重要的风俗 军队经过 只要有看到出家人 修行人 军队就不可以从这里 直接走过 要绕道而行 所以如此挡住了 大军三次 琉璃王就上前跟佛陀讲 他说 那边有树印 你为什么烈日当空 那边比较清凉 你为什么坐在这里阻挡我 他就说了 亲族之印 胜一切余印 胜一切的树印 我都快要失去祖国的 失去我的家人的人 还有什么 哪有心情坐在树印下 琉璃王 听了 也很感动 就这样离开了 但是三次 佛陀做了该做的因缘 该做的努力 所以一切都不可以违背因缘 那么就 佛陀第一次是出兵 佛陀就没有去挡他了 然后呢 目见人就想 佛陀不要紧 我用神通 把世家种族人 从城里面都给救出来 目见人就用神通 用个波 飞进了加毕罗位国 把世家种族人 一个一个都放在波里面 很开心的飞出城外 跟佛陀讲说 佛陀我已经救出 五百个世家种族的人 佛陀苦笑 头摇摇摇摇 你看吧 那个波里面是什么 目见人一看吓坏了 一滩的血水 所以后来 佛陀的祖国 就被琉璃王给灭了 所以就讲说 这是第五个 琉璃王新兵 杀了所有的士子 佛陀当时就感到 一阵的头痛 头非常痛 所以佛陀有头痛的毛病 因此我们在想 当我们头痛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心理平衡 你看 连佛陀都有头痛 何况是我们 博地凡夫 第六个呢 是 吃的 马 吃的那个麦 佛陀呢 受到一个婆罗门 有一个婆罗门呢 来到佛陀这个地方 看到佛陀 就很恭敬 他说佛陀 我请你到我的家乡来 接受我的供养 佛陀说 我不是一个人去哦 我一去都是一大群人呢 而且是一千两百五十多个 五十人 弟子跟着我 就说没问题 没问题 我说请你来吧 这个婆罗门啊 我去达多 婆罗门啊 回到他的故乡 他很有钱啊 非常富有 那么他的老朋友 亲戚 从远到尔来 就非常开心 他们就一家 一群人就喝酒啊 取乐啊 他就跟仆人讲 所以我现在呢 难得看到几十年未见的 亲人朋友 我们现在好好的相聚 畅谈一番 所有的人来找我都拒绝不见 他就把跟佛陀 约定的这件事情 抛到酒下 已经忘掉了 佛陀就如约而亡 去了那个 守门的 庸人啊 仆人说 对不起 我主人 先三叮咛四祖父了 特别交代说 他所有人都不见 怎么办 没办法呀 只好去脱钵啊 那那个地方的人 又没有信仰 是个很没有善根的地方 就看到 这些沙门 无事生产 就是会脱钵 没有人供养 怎么办 没办法 只好有一个人养马 就欧兰尊子去脱钵啊 都没饭吃啊 就拖到最后 剩下马吃的那个麦 各位想想看 马吃的麦是不是就 像那个糟糠一样的 那是会割喉咙的 所以不得已 拖了这个马麦回来 然后就煮给佛陀吃 佛陀以微神力 那个马麦就变成 柔软的食物 非常的香 但是至少是受了 这样的一个 就很辛苦 我就想到 轮椅里面 孔子带了72个弟子 周游列国 绝两成菜啊 如上家之权 好像这个东西方的圣人 他们的遭遇好像都差不多 这是第六个 第七个呢 佛陀还有一个受到冷风 冷风一吹 他就有这个背脊的痛 第八个呢 佛陀六年寻苦恨 希达多太子 一出家六年苦恨 每天吃一马一脉 瘦到二股连寻 所以我们又看到 佛陀苦恨相 那个非常瘦的 第九个呢 佛陀到这个婆罗门聚落 有一次到婆罗门聚落去脱波 就空波而回 也是这九条 甚至呢 佛陀在冬天的时候 冬至的时候 前后有八天 寒风破门而入 他说冬至前后八夜 寒风破竹 然后非常的冷 只好去乞讨 祈求有三一来预寒 佛陀又热 印度很热 印度有时候热起来 摄氏四十二度是很正常的 还热过五十度的 热到不行 印度又经常停电 佛陀那个时代根本没电 所以就常常 欧乃要在后面帮他 扇扇子 也就是说 他这个人就问 假如佛陀是一个 果德圆满 威德 这么独特殊胜的人 他为什么要受这九条的罪过呢 还要有时候受风寒呢 有时候还要受这个热暑呢 所以我这里 我们看到九条里面 我们看 原来佛陀也有头痛啊 我们有时候也会头痛啊 佛陀还有背痛啊 背疾 佛陀这个背痛有一个因缘 佛陀的前世是做一个大力士 非常有恐无有力 技巧也很好 每次都是所向披靡 对方有一个人讲说 你每次都得第一 我也知道我跟你比赛一定比不过你 这样好 你让我过一次赢 你就假装 假装输给我 我们两个就不要这样比划这么久 那这不是费很多力气吗 你假装输给我呀 我得了奖金呀 我就分一半给你呀 这个大力士 像日本那个叫small嘛 相扑 蒙古也有这种相扑啊 印度也有这样 所以这个佛陀前身的大力士呢 就跟他一相扑 就假装败倒 对方就得了冠军 就把所有的奖金啊 光荣啊都拿去 而且忘掉跟他的约定 就被欺骗 人最怕被 就感觉被叛变 被被判 被欺骗 他很生气 就把这个人抓起来 咔嚓 折成凉拌 所以佛陀说 我前世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才有悖痛 那么 面对这样的一个责问 这个论者怎么来回答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在读大致多人的时候 有一个发现 就是这个问的人 很会问问题 回答的人也很会回答 非常精彩 事实上各位要知道 大师座那个问啊 是龙叔菩萨自己设问 自己先把问题设好了 所以因此我们怎么样把对方 怎么样赢过对方 你先不要让 你不要被人责问了 你打不出来 你就愣在那了 你有能耐 有办法的 自己先找出 可能会被攻破的问题所在 那么这个论者怎么回答 他说 人啊 人生啊 说佛有两种生 那两种生的一个叫法性生 一个叫父母生生 他说法性生就是法生嘛 所以法生呢 是遍满十方许空 所以佛的法生遍满十方许空 第一个他的叫做无量无边 那么他的色相是非常端正 像好庄严的光明无量 阴身啊 也无量 那听法的众生无量 所以他会出种种生 这样的法生是没有受罪的 另外一种生呢 是父母生生 所以受诸罪报者是父母生生 是父母生我们的 就是我们这个色生 所以佛的法生 那有没有这些呢 有没有这些九种罪 罪报呢 没有 有没有是寒暑的侵犯 都没有 那佛陀为了要示现 给我们方便示现 所以受罪报的 辛苦的 是父母生生 那为什么要 现出这样的相出来呢 他说佛陀为了要 活在得道的时候呢 他其实 所有的不善法 恶法都已经断尽了 一切善法都成就了 那么实在讲 没有 已经没有所谓的罪报啊 不善法 在他的身上 来呈现出来 所以但是他为了 灵敏未来是众生故 所以才现方便受此诸业 意思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一个人 我们一个人在受到苦难的时候 比如说你病痛啊 你这个受到别人迫害的时候 你会想说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 我怎么生了这场病呢 我怎么是这样子 这么样的不顺利呢 你就想 哦原来 佛陀那么伟大的人 他都有那样的遭遇 何况是我 你是不是比较一种平衡感 你的心情就比较坦荡一点 所以说佛陀为 视线这些罪报啊 在法身来讲 实在是没有 完全都已经超越了 那是为了要灵敏未来的众生 所以就方便啊 方便说 佛陀也受到这些迫害 他这里就讲到一个说 沃罗利 沃罗利尊者啊 在跟 给一个 辟师佛 给辟师佛 有一个修独绝尘 圆绝尘的人 给他一些饮食 然后他就受到了 无限的 快乐的 所以信念饮食 应语记得 何况 说徒弟 弟子的欧罗利 都是可以受到这种果报的 所以呢 活抗佛陀 佛陀是生生世世 他做了太多的布施 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讲 是一个方便 方便智慧 未度众固 所以什么呢 为什么叫做 灵敏未来式的 弟子吗 他说武众弟子 我们这些弟子们 因为是 师福伯固 我们修行的福德因缘 非常的浅薄 佛陀恐怕 我们这些后世的弟子 没有办法 在僧团里面 没有办法存活下去 所以就会 佛陀做了这样的一个视线 就怕说未来的 佛弟子在自己生病 衣食住行 不方便的时候 会被白衣 白衣居士们抢白说 你们自己出家人 你们自己的 食衣住行 衣食 饮食 饿具 都不能得了 你们自己有病 都不能除了 那你怎么去利益 我们众生呢 这个说呢 弟子们就可以回答说 我们虽然没有 存活活生小事 就是说物质生活 让我们活下去 这样子的工作 这是小事情 但是我们有去修 修到这样的大功德 我们今天受的这个重苦 是因为我们前世 先生的罪报 就是说前世的罪报 我们今天所重的修行 利他 弘法利身的功德 是未来 未来会得到国报 他说就举一个例子 我的老师 佛陀 他有一次 到个婆罗门去 洗食 他况且都空拨而回 佛呢 也有这些身体的毛病 佛也有头痛啊 何况是我们这些 福德 浅薄的人啊 那当这些白鸡 是讲 哦 原来佛陀也有 身体也有这些毛病 佛陀也有遭遇 不顺利的时候 哇 那原来这些出家人 弟子们 他们也有这样的状况 这是不能怪他们 所以佛陀留下他的 例子 实力 以便未来弟子呢 碰到同样状况的时候 不会被白衣居士们 解 解这个责怪啊 质问 所以这就是说 为宽慰 宽慰受苦众生 佛尚有此难 何况是福博原浅众生 所以视线这些事情 是方便的 也就是说 第一件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 要宽慰弟子之心 那他是又 那佛陀为什么热病呢 这里就举一个例子 是有一天佛陀呢 好像中暑了 在有一部经 叫做 毕摩罗杰经 讲说佛陀在毕业离国 就告诉欧南 说欧南 我好像中暑了哟 我身中热风气发 中暑了 你赶快去给我 洗一些 脱波要一些牛奶来 所以你去跟我 要一些牛奶 所以这就说 佛陀讲说他 为什么要去 乞讨牛奶 这就告诉我们 原来你如果中暑的话 也许你喝喝牛奶 就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么这个 沃南就拿着波 到了一个 白衣居室 到居室一个信徒家里 就在那个门 门前站着 他说 这个人说 你这么一大早 到我家来干嘛呀 所以这个居室 叫做 毕摩罗杰的家中 他正在那里走路 就看到 你怎么拿着波 七爪八爪 来到我这里干嘛 他说 因为佛陀说 他中暑了 他需要喝一点牛奶 因此我到你家来 这个 毕摩罗杰就骂他说 你住口 你不要胡说八道 你不要诽谤如来呀 佛陀已经是 成佛的人 是世尊了 他已经超越 这世俗一切的 这些 不如意的世间法 所以已过一切 诸不善法 怎么会有病呢 你赶快不要再讲了 这样的事情 让外道听到说 你们的什么导师啊 你们什么世尊啊 原来他也会生病啊 我自己有疾病都救不了了 怎么去救别人啊 悟然说 这不是我的意思 是佛陀当面这样指示我 要我来跟你脱波牛奶 那么这个居士就讲 毕摩罗杰就讲说 说这个虽然是佛的指示 但这是方便法 是要留给我们未来 五着二世众生 能够度脱一些 如果未来有比丘病了 弟子病了 可以去从居士信徒那里 去取得汤药 汤水医药 他就会告诉未来的人 未来弟子 所以告诉 当去要一些医药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我不是 只有我生病 我的老师 我等大师 由上有病 况我等如草芥 能不病也 所以我的老师佛陀 都会有生病 只要有色身 何况是我们这些 修行功力那么差的弟子们 所以这是一个方便法门 你不要讲出来说 这是佛陀真的生病 所以因此 了不起 佛陀为了后世的弟子 能够生病的时候 人有色身 生老病是很正常的 他也会 能够顺利的得到糖药 所以 让人家知道说 佛上有病 何况是我辈 岂能不病呢 所以就说 佛陀的一个 视线这些罪报 九条 好 这个天我们就会看到 有的信徒 他会说 就把出家人 好像当作神仙 有个笑话 有一个信徒 三四十年的老信徒 他有一天上了佛光山 他回来之后 很失望的对别人家 所以我从此 再也不相信 欣赢大师了 我再也没有办法 对他起攻击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去中午的时候 恰恰看到他在吃饭 那欣赢大师 也要吃饭 就好像有人说 你们师父也会 怎么也会生病 怎么不会生病 这是很正常 虽然我们修的是 出世间之学 但是我们是活在世间的 世间就这些世间 应该 他可能产生了一些 现象法则 所以佛陀说 佛陀世间的这个九条 最爆 被迫害 还会出佛身学 这些事情 空波而回 饿肚子 生病 这是方便世间给我们 那么各位 如果想要知道 佛陀的 受了这些辛苦的 很辛苦的这些迫害 可以去看看本言部 大藏经的第三册 第四册 本言部里面 有很多 更详细的记载 好 佛陀在这个 第六个 献他的功德 特别的尊严之外 第七个 献出第七个神 也就叫 世现常生 所以佛陀 他经典就讲 波罗经就讲说 二十四尊 以常生 世子三千大千世界 当时就有各种 三界二十八天的 天神通通都看到了 而这些天神 就拿了很多的花 天华 阴落 而且是天 天道当中的花 阴落 香 天则香 天末香 青年花 什么 青色青光 红色红光 白色白光 黄色黄光的 这些花 来供养 那么这个 就问了说 为什么 佛要是 出现 第七个神 神力叫做 世现常生 他讲 所以佛说 世现常生 是为了要让 众生 怀疑的众生 去除这个疑问 他说 佛要说 我为了要说 这个波罗波罗蜜 所以就入了三昧 首先是从足下 脚底下放光 然后呢 全身放光 肉脊放光 那么为了要说 这个波罗蜜 佛陀做了几件事情 是一个让毛细孔 都微笑 然后刚才我们讲过 放长光 一丈长的光 舌根片满 三千大千世界 然后还入狮子 游戏三昧 而且还有六地 大地六四震动 然后再坐在狮子座上 现最好的光明色相 威德威威 出了这个六个 六个神通力之后呢 那但是呢 其中还是有人怀疑 说 嗯 这是佛吗 所以因此 为了要 视现这个 表示这个常光存在 所以我今天所看到的佛 是真的佛 不是化佛 是真的佛在那儿 所以要使得这个众生 能够去除疑问 得到信心 所以 辨得信解 得到信解 去以其信 说这是佛的常生 是佛的真生 佛的常生 远近无外 所以看到之后 就会欢喜说 那佛在什么时候 放这个常生相呢 常生相就说 它不是变化生 不是虚幻的 就是那尊佛 真实的佛在那里 真佛在那边 所以在佛出生的时候 都帅 白相都帅降生 出成佛的时候 初转法轮的时候 都现这个常生相 那么这个当中呢 就问说 那这些天啊 这些什么天 来了这些天 天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讲到了 提到的两种天 是 俊极天 跟这个 泛世天 我记得我们在 讲大致多人的时候 我们提过了 很多很多次的天道 那么这里我再把 跟各位来稍微讲一下 佛教的天是分为 分为三大类 一个叫 欲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然后呢 无色界 四天 那这个欲界呢 就是说 他还有一些欲望 男女的欲望啊 饮食的欲望啊 权力的欲望啊 还让这个身体 要长寿啊 寿命的欲望等等 那这四个天呢 就 最低的叫做 四天王天 他这里谈到 那个四天王天 在 四天王天呢 就是 离开我们的 社界 是最 最近的 他是在这个 须弥山 虚弥山呢 虚弥山呢 虚弥 这是一座山 一个山 一个海 一个山 一个海 那就九个山 最后那个山 叫铁围山 虚弥山的第二座山 叫做 箭陀螺山 箭陀螺山 就这样包围起来 箭陀螺山 有四个城 那么四天王天 就在这个 箭陀螺山的 四个城 当中 所以这在 地 地上 所以在四天王天 再上去 就是 刀利天 就是我们讲的 三十三天 就是在 虚弥山顶上 虚弥山的中间 虚弥山顶上 那中间有一个 天宫 那这个天宫 住了一个天主 就叫做 地使天 就是我们 习惯里面 讲的那个 天宫 中国人 初九 正月初九 拜的那个 天宫 就是在虚弥山顶上 虚弥山顶上的 这个刀利天 刀利天呢 东西南北 各自有 四八三十二 卫星天 加上自己这个天 成为一个单位 叫做三十三天 又叫做 刀利天 佛陀的母亲 摩耶夫人 奇达多太子的母亲 摩耶夫人 就是上身在 这个刀利天 佛陀成母之后 曾经到 刀利天 为母说法 这是在我们 在我们这个 地上 所以这两个 就叫地居天 从 刀利天 开始上去 异界 还有四个 所以叫做 往空中发展 所以叫空居天 是哪个天呢 叫做 月摩天 然后呢 第四个叫做 都帅天 都帅天 就是我们 知道的 就是说 弥勒菩萨 住的 那个地方 有分内院 跟外院 外院是我们 这些凡夫 内院是圣贤 谁住在那里啊 弥勒菩萨 就很多的 像 玄奘大师 奎机大师 天台的智者大师 温南尊者 殉劳上 都住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住在 都帅天呢 因为都帅天 要下来我们房间 趁宴再来 倒架时 非常的快 我们开玩笑讲 就好像飞机 你还没有拿到车票 机票 你叫standby 就在那waiting的 就你下来 度众生 非常的快 那这个天 又怎么回事呢 我们呢 下次再来 再跟各位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